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这几年来政府都极力推动工程 在推动工程的过程里面 是会带动了很多其他的行业 物流、运输、采购、饮食都多些 但也都是因为近年来 因为有种种原因 工程也批得出来比较慢 拉布就是影响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拉布的不好处就是 批出来的工程额可能有时多有时少 譬如今年的学生畢业 发觉原来都开始没什么工程做 各公司也是缩减、裁员 我刚读完书出来 前几年就有很多工程做 现在我读完之后就没有工程做 我只是做工程师或者不做 然后看回来 譬如我有个弟弟 那叫不叫他读呢 曾经都香港试过一段时间 很多工程师走了去做银行、投资 那几年就少了工程师出 慢慢呢 十年、二十年过去 在工程界出现了一个断层出现 这些情况今天可能会感觉不到 但是如果你看回来 这个事实根本上影响了我们整个工程界的发展 希望这个情况不要再持续 整个工程界仍有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空间 感谢您的只有十天 一千多工程师出现 并't儿 consegue 那种 coordin에서 处理一下 39 是 简单 47 相aced 幸福 1 8 2 2 5 正